醃料代理, 我想到 你用生粉, 接著加些油 還有呢? 接著再加些豉油 少許鹽 糖, 你怎麼不加呢? 我忘了你最喜歡的調味 不是喜歡, 這是把肉軟熟一點 然後就油 倒…差不多了 我這裡也加油了 好, 糖吧 糖真的不多, 少許, 但味道就行了 鹽更加不多 鹽很少…一會兒 記住, 炒這些白肉, 或者不要加蒜頭 除非是特別一種菜 現在預備炒了, 現在就加鹽了 現在就加鹽了 你一來就先炒肉絲嗎? 當然了 要不要撒走? 不用, 因為這個差不多入於半素 雞肉也半素? 就是白肉, 我意思就是白肉 雞腿不算, 雞胸肉才白肉 你真是挑剔, 大哥 好, 好, 一均勻的時候, 加薑 不然你一加了, 會霸出味道 味道, 要不要拿起它才炒菜 還是一定要炒? 沒錯, 聰明, 突然厲害了很多 你做回我師傅吧 因為炒菜有水分 對 這些雞肉是八成熟的 不用急, 不會老的 因為本身有七、八成熟 餘溫最多是10%熟 只要加薑, 菜 菜有分鮮厚 菜是紅蘿蔔最硬的, 先拿紅蘿蔔 然後呢? 每樣都可以生吃 是 冬筍絲 整個木, 會煮東西就會煮東西 因為冬筍是耐煮的 是 你放不會過火 而且在你的手裡拿著那一碟 剩下的四絲是只有冬筍絲 不能夠生吃 為什麼不能吃? 對 冬筍絲也可以 多… 好, 芹菜了 芹菜 現在青椒 接下來呢? 沙角 沙角呢? 當然要分兩次 不是, 太多了, 搶光了 好, 加一點糖 你真是要求 一定要一點 要求高嘛, 糖 我想給你煮菜 沒有鹽也可以, 沒有糖是不行的 是 我已經找到你的竅門了 所以有時候煮東西吃 每個人都有刺激 手法不同, 口感 口味是你個人調教的 只要明白稀 cup 現在下去了 這種道理就夠… 腳的 好漂亮 還不算, 不要 filtered 是嗎? 他聽到這種聲音 bus 發MS用火鍋 嚥嚥嚥 真的嚥嚥 真嚥嚥, 因為我的雞肉已經醃過了 pero, 可以 exert… 那麼多蔬菜, 只是需要鹽 是嗎? 學這個招式, 阿譚 不差便学 學完了, 要找物理治療師 關火 把他弄好 五色菜炒雞絲, 拜功告成 很棒, 三個很棒 很多種味道, 全都是甜的味道 其實什麼五絲、六絲、七八、九絲都不要緊 是你個人喜歡, 沒限定的 但多數用筋部的比較好 這樣真的像倒屍 現在這個天氣, 用白蘿蔔都可以 你可以, 你認為你喜歡吃哪種 你加青蘿蔔, 喜歡的辣辣味都可以 不是限定哪種, 六絲、八絲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吃那些 很多我看你煮的菜 例如用到冬筍都會飛水 你這次沒有飛 如果你用來炆菜大塊 防止苦潔味, 出一出水 沒有, 今次你切絲的時候 它又小了 一過火的時候, 什麼苦潔味都走光了 所以不要一步通書看道路 應該是這樣 阿桃, 現在輪到我考你 哪種東西是中國乾果之王 你真的考不到我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它 是? 是栗子 懂東西 栗子逢是中秋後 到明年的農曆二、三月是當作 現在吃它就最好吃 好, 這裡有兩款的栗子 這一款和這一款不同的 你說一下有什麼分別 這種就叫桂林蕊 圓圓圓的 這款比較高級的 我們炆菜、煮菜 特別滑、軟熟和香 那它是否較甜的? 較甜 較甜 這款是普通料 用來煲湯、做其他東西 這款我認識一樣 這款是否一邊圓 一邊是平的 是的 但這款是兩邊平的 其實兩邊平的就是蟲 這款一邊圓的就是蟲 這款是蟲, 聽說蟲的成效更高 好, 我知道了 我有件事問一問你 你知道這款是什麼嗎? 這款是馬蹄, 不過一定不是馬蹄 因為馬蹄可以生吃也可以 這是什麼? 韓國栗子 可以生吃嗎? 有一個韓國人說 少爺婆娘說 一大堆東西放在那裡 給你嘗嘗吃 就這樣批好就放在那裡 是好吃的, 比較好看 什麼?你吃得這樣 不是馬蹄, 馬蹄沒那麼硬 我告訴你, 蟲子 韓國人很喜歡 當作是口果吃的 真的嗎? 我也在吃 嘗嘗 不用 當作的桂林一的蟲子已經買回來了 領爺, 你做的是… 我今天炆一個鴨, 蟲子炆鴨 炆雞你吃得多, 我嘗嘗炆鴨 炆久一點 把蟲子放進去 你忍著火候, 我現在斬鴨, 飛上去 好嗎? 我這個蟲子飛水 純粹想容易去掉那個鴨 對 上次我和你去佳子 學會了怎樣去鴨 我想用那個方法 毛巾搓掉它就行了 對… 對…那個方法 它真厲害 那個方法要久一點 這裡有半隻鴨 是的 鴨我看到很多油 很肥的 我看到它也害怕 不是你那句 是不是整天吃, 怕什麼 不是, 你真的受不了 你看胖子 看見到頭髒 看見到就暈倒了 先放下去, 動一下 你這個是出到沒什麼血水為止 對, 那些骯髒的東西 一直逼出來, 浮著臉 蟲子從冷水到滾的 大概十兩分鐘, 差不多了 蟲子, 滾水也不怕 其實… 五、六分鐘就行了 對, 其實它可以滾了之後 是焗一焗的 是, 讓它… 對, 不用經常滾 因為經常滾, 會出出蟲子味 還有一個問題 醫護會收縮得快就出不到了 可以了吧, 阿譚 對, 不用放冷 當然不用放冷, 放冷又縮回 又不可以了 你直接用去抹擦就可以了 你不要用你的功力 不要… 不要按扁的蟲子 其實這個動作也要快 因為慢慢… 對, 因為冷又會鎖住 所以有時候買菜也不錯 買菜跟別人聊天 對, 別人就會教你 你問一下叔叔叔, 告訴你 你客氣一點, 挺漂亮的 好了, 搞定 說時遲, 那時快 我這裡應該出完水了 然後我這邊就開… 滾水 要不要加所有材料 看看究竟應該要加多少水 薑、薑、冰糖 果皮、冰糖 八角、桂皮 桂皮 是, 還有香葉 好 如果滾水, 你就加鴨 一直…中環火, 中環火都加牛 歐到差不多 你才認爲鴨變軟 那你就加栗子 再加栗子 最後才會調味 沒錯 因為怕你太鹹 現在就開始加栗子 栗子這東西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吃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會栗子炆 雞是栗子炆的嗎? 真的不知道 現在栗子收成期 北方很通地, 差不多收拾 那時候人就環境不好 一年都不知道有沒有剖到三隻雞 一家大小, 以前小孩子多 人家一塊也不夠分 人家是老, 找些栗子 雞小一點 雞有栗子味, 栗子有雞味 那些年輕人隨便有夠應效 那倒是 栗子加了二十分鐘 那你應該加調味 當然了, 很記性 柱喉醬 你這裡大約是兩湯匙左右 差不多了, 讓它先滾 滾久一點 到時為止, 你只放了柱喉醬 是, 不要急 讓它先融化, 我要試味 好的 真棒 真棒 如果現在真棒, 會不會太鹹? 不會, 現在偏淡 現在是適合 如果一陣子不夠 再加一點鹽, 再攪拌 為何不可以再加柱喉醬? 太濃味了, 那隻鴨變成沒有味 好的 待會收, 中慢火, 加慢一點 染色看 真是老抽, 給它一點色水 你別看它現在淡 一邊咬一咬一咬, 燜一咬一咬 它一邊收水, 越深色 那些色水就很適合 對, 現在的責任是交給你 看火 是嗎? 那你喝咖啡吧 好 首先吃栗子 再吃鴨腿 你記住, 栗子的貨是怎麼剝醫的 上次阿叔教我們, 我真是感謝他 他一教我, 你看見我立刻拿回去 就立刻刺一刺 其實我煮了大約三分鐘左右 差不多 立刻刺一刺, 用毛巾搓一刺 打毛巾後, 你就會看到 栗子和肉已經分離 很開心 很容易吧 你好像特別喜歡吃鴨, 好嗎? 對, 因為一來我自己很喜歡吃 二來我聽過, 別人說我的體質 吃鴨很適合 但是不可不知 我聽老人家說 感冒傷風, 吃雞吃鵝 你不吃胖就沒問題 如果吃鴨會引入陰 栗子的時候手尾長 順其有, 順其無, 順其無 忍耳口, 是不是? 但是真的嗎? 不知道, 你嘗嘗 我現在沒有感冒 尤其沒有新風 我一會吃多一點 好, 新 是的 我想要吃 很準, 是不是? 這是什麼 linemen的